有12个学生,然后他是男生跟女生,平分去两组 然后在每一组呢,那个男生的人数比女生的人数多两个人 所以我们在这边,我让他有X的男生,Y的女生 所以我的X加Y会是等于12 然后那个他分组,每一组会有几个男生呢,每一组有那一个X2个男生 然后在这边,in a group,the number of boys in each group呢,他是X2 然后more than the number of girls,Y2,ok,他就把那个人数分一半啦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他比他多两个,所以他是这个是Y2加2 在这一边,我们知道这个是大的,这个是小的,这个是他们的X 我们知道大的等于小的加他们的X 在这一边,我全部一起乘2 然后我的22月,22月 所以我拿到的是X等于Y加4 这个是我Equation2,这个是我Equation1 我sub我的Equation2 into我的Equation1的时候 它变成Y加4加Y等于12 我的2Y等于8,我的Y等于4 然后我sub我的Y等于4 intoEquation2的时候 我的X会是4加4等于8 所以他有8个Voice,然后4个Girls ok,在这一边我就有那个X等于8,然后Y等于4 我检查,就是说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8加4是12个学生正确 我8个学生分一半,他变成4个学生 4个Voice一组 然后我的4除2的时候呢 他就是2个Girls一组 所以4个比2个多 所以我的4等于2加2 所以是正确的 好 这一题呢,他其实他还有另一种做法 他另一种做法呢 就我觉得会比较麻烦一点点 然后他另一种做法呢 是这样的 ok,我让他每一组 the number of boys in the group 是X个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让他这个number of boys in each group呢 是这个是X 然后number of girls in each group呢 我们是1 所以我的这个X等于Y加2 这个是我Equation1 然后男生的人数是2X 女生的人数就会变成2Y 所以我的2X加2Y等于12 这个是Equation2 然后我sub我的Equation1 into我的Equation2的时候 ok,在这一边我的Equation2 如果我过一个步骤一下 我这一边我就变成X加Y等于6 全部一起除2 这个除2,除2,除2,除2 然后我就有Y加2加2等于6 所以我的Y等于2 然后sub我的Y等于2 into我的Equation1的时候 我的X等于2加2等于4 所以我的X等于4 Y等于2 然后我在这一边 2乘4等于8个boys 然后2乘2等于4个gross 所以他的8boys4个 跟这个8boys4个是一样的 8boys4个是一样的 谢谢 谢谢